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喜欢看老电影的素子 今天要介绍的是 首位台产金马影帝 庞德行潇洒男星 唐金 在小生极度缺乏的 1950-1960年代台湾国语影坛 唐金可谓其中的佼佼者 气质清新 演技生动的他 态度攻迁有礼 加上认真钻研演技 迅速要声宝导首席小生 于公 唐金的荧幕形象多元 正反派角色皆可胜任 于思 34岁步入家庭的她 是有口皆碑的优质丈夫与父亲 一度是记者笔下难得一见 思生活严谨的中国小生 时序迈入1960年代中 不惑之年的唐金 硬邀到岗拍片 曾经历青黄不接的彷徨时期 曾为不被谅解的外遇遭到冷冻 起起伏伏 最终凭潇洒风流的 007世旁的电影再度翻红 演艺生命由小生延续至终生 无论观众是否能够谅解 私领域的风波 荧幕上的她 的确散发独到的男性魅力 出色的演艺表现外 唐金的绯闻曾是港台 最受热议的话题之一 她与同样出身台湾的影星陈芳 因近水楼台在一厢萌生感情 妻子在台的原配透过媒体诉库 种种细节占据舆论版面 对话情书遭详细刊登主义点评 展现比戏剧更具张力的爱恨情仇 不论愿与不愿 有无难言之隐 唐金与和她阴系结缘的恋人 都得背负上外遇男女的骂名 压力排山倒海 两人依旧坚持继续携手 一如陈芳写给唐金的信 我既然爱了 就应该有勇气 错了也就让她错到底吧 唐金本名唐正清 又名唐志明 河南郑州人 1946年 22岁的唐金自农村学校毕业 曾担任牧场济世与管理员等职 两年后爱好摄影的唐金报考空军 出为空军摄影师 后转座地情人员 1949年 25岁的唐金随国军来台 基于对演戏的兴趣 考入陆军剧团服务 经漫画家牛哥李沸蒙介绍 是农副会 也就是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 作会图员 1953年 29岁的唐金透过编剧陈文泉影剑 以演员身份进入简称农教的农业教育电影公司 参演首作为反共片《风火丽人》 与台湾首席女星吴金红分任男女主角 表现颇获好评 隔年 农教与台湾电影公司合并为中央电影公司 唐金一样成为最受以重的台著明星 1960年 36岁的唐金应与中影解除《基本演员合约》 短暂弹出影坛《粤鱼后复出》 自投入台湾国语片圈 唐金就是最受以重的男星之一 作品包括《风尘节甘蔗姑娘》 《千金丈夫梅刚春回观山行奇路》 《碧海同舟夜静天明归来》 《他们梦醒时》 《风流冤家》 《悬崖》 《王先生投奔自由》 《魔窟沙子豹》 《天伦泪》 《台风》 《黑森林》 《龙山四肢恋》等 期间曾应邵氏邀请赴港拍摄 《乐地》主演的悬疑侦探片《杀人的情书》 又名卡尔登《情杀案》 1963年39岁的唐金 凭《反共爱国》片《黑夜道黎明》中 正值军官一角 获第二届金马奖最佳男主角 为首位出身台湾影圈的金马影帝 身为少数据男性魅力的亲熟男性演员 唐金一度被邵氏向众 有意邀请他赴港加盟 为碍于与中影合约尚未到齐而暂缓 此时导演员邱峰编剧亦凡夫妇私下游说他 《加盟电帽》陆续参演《聊斋致意》 《雷宝风云》《乱世儿女》 演出轻浮出身汉奸军官等 非传统正派主角的奸邪角色 其间 《依与女星》陈芳的婚外情 引发在台法妻林富美强烈不满 舆论一面倒指责南方薄情忘义 连带影响电影事业 带风波平息 唐金转头邵氏 接演系列时装谍报 古装武侠片 颇受欢迎 作品包括《铁观音》 《特警009》 《铁汉风流》 《崔命符》 《铁观音勇破爆炸党》 《豪侠传》 《飞燕金刀》等 1970年46岁的唐金与邵氏合约到齐 定居香港 为各公司拍片 片种涵盖范围大 细路甚广 参演包括《大丈夫能屈能生》 《怒剑狂刀》 《天龙八将》 《黑灵官》 《应招女郎》 《香港无言下》 《捞女日记》 《武毒天罗》 《伴游小姐》 《她》 《李三角威震地狱门》 《梦蒙心惊》 《萧十一郎》 《失业生》 《大奇英雄传》等 唐金从影30年拍摄超过70部电影 1980年代逐渐退居幕后 为知名国语配音员 同时经营进出口生意 2019年与美国过世 享受95岁 辅入影坛 唐金就在《烽火丽人》 被拔着为男主角 初期虽被批评 稍嫌沉浸 情绪有些表达不出 纸粉戏太重 戏稍嫌浅嫩 却也有眼来还生动 易购洗练 尽力而为 对角色型的把握很好等赞美 辅迈入儿力之年的唐金 尤其适合青年才俊一类角色 天时地利 唐金持续自我精进 赴港街拍杀人的情书时 同样总是做足功课 先对剧本下功夫研究 了解剧中人物背景 熟读台词 实习动作 可以说一切都是非常认真 与年貌相当的男性相比 唐金入行时间晚 戏零短 反而能接演低于实际年龄的青年角色 随着知名度上升 唐金维持一贯囚禁不作风 是记者笔下虚怀弱骨的新生代代表 唐金对戏虚心求教 对人诚恳谦逊 不论任何角色 皆仔细揣摩人物性格 影评赞赏唐金的聪明在于 不以风流小声自居 而是愿意花费时间琢磨演技 把握每个展现才华的机会 1950年代下半 唐金或邵氏邀请赴港 拍摄《杀人的情书》 要上枝头的唐金显得格外低调 他的理由颇为贴心 到香港去 无形中成了大家的理想 也是唯一的情绪上的刺激 多提香港 好像会更刺激大家 聊起情绪上的波澜 而影响平静的生活 唐金的性格很温讯 难得脸红脖子粗的发脾气 荧幕上下圈子内外 都获得家贫和爱戴 除去婚外恋闹得满城风雨的 1964到1966年间的负面报道 其余时候写到唐金的文章 大半是包都与贬 举凡谦逊 不是献殷勤或拍马 有礼 诚心接受目前幕后伙伴的教导 和蔼 随和大方又自然的社交态度 等美善用词 遇到因紧张而不知所云的新手记者 唐金非但没有丝毫不耐 还会轻松寒暄引导话题 适可而止地告诉你 他的近况会在那么沉默的状态里 制造和谐的气氛 如此善解人意外形出众的男士 自然引来女性瞩目 导致单身时的唐金花边新闻不断 1958年1月 34岁的唐金与27岁的林富美举行婚礼 仪式在摄影场A棚举行 由中影总经理李叶主持 灯火辉煌 风头一时无二 结婚不满一年 桃色传闻人频频见报 担心假消息引来太作不悦 唐金正色成亲 男女之间除了爱情之外 还有友情的存在 老兄 难道你不相信我 尤其是我和富美 1958年中 行婚不到半年的唐金 为杀人的情书赴港出差 短居公寓的正对面 就是音音艳艳聚集的舞厅 她不会延长与女性接触 但都是自然而然成为朋友 更从未忘记自己已婚的身份 话虽如此 独自一人在港的唐金 仍接连传出与五场小姐 过从甚密的消息 面对首忍记者单刀直入的询问 她的回答十分符合成熟社会人的处事态度 只不过想以一种欢乐的气氛 来冲淡你课底的寂寞 如果一定固执成见 不能通全答辩 反而得罪了人 唐金深觉旁人眼中的假戏真作 其实只是普通应酬 聊到与新婚妻子的感情 竟是平凡家居幸福 一切还是家中好 经过唐青一番诚恳说明 记者老友也为她挂保证 我相信她给大家的印象是爽朗健谈稳健 并善于处事做人 而且是一个爱妻子的好丈夫 同年底 唐金笑称另一半移情别恋 对象其实是强保中的儿子 尽管人不是有暧昧不明的绯闻 偶尔打翻太座促谈 但她都能硬着头皮默默静待训事 未曾有结束婚姻关系的念头 直到与DM策下一纸合约 占别妻而单身复任 才令看似稳定的关系浮现裂痕 拍霸聊斋致意 获别报道15个月的唐金 为战争片雷宝风云返台 行李塞满各式毛衣皮鞋和打字机 她甘之如疑 这都是我从香港带回来孝敬太座的 还替我6岁的宝贝儿子买了一大堆玩具 只是她好丈夫好父亲的形象 却在两个月后戛然而止 一则由新生代女星陈芳母亲刊登 驳斥香港某周刊报道唐金婚变与女儿有关的启示 点燃南方极力淡化的家庭风暴 最初唐金表现得不明就里 外传和妻子闹婚变并不确实 但两人确实因谣传而发生严重误会 被指为第三者的新生代女星陈芳 则透过信件驳斥谣言 表明一人游台到港努力事业 称唐金是一个已婚的人 所以不会像这样一条错路上走的 对比两位隐心的郑重陈芹 林富美却在此时搬回娘家 而后短暂赴港 夫妻十几天未见 赶拍雷暴风云的唐金神色自若 等见面后一定可以解释得清楚 我从来没有过离婚的打算 为了孩子我怎么能离婚呢 唐金回忆与陈芳结世的经过 纯粹是赴港时的同传之谊 加上同乡同公司的缘分 才经常连妹出席社交场合 无论真假 私生活问题已令她失去不少拍片机会 甚至三年后能否与店茂虚约也成隐忧 既然家庭生活平稳 为何不接七小就近陪伴 她的理由充足 拍片收入并不宽裕 香港生活程度又太高 因此没有力量负担她们在港的费用 同一时间 林富美治港数天后返台 她一面说未听闻丈夫与陈芳的任何传说 一面亦有所指道 唐金嘴巴居然如此的硬 她是不是想要我把手里的证据公布出来 暗指丈夫未说实话 对唐金有提拔之情的导演袁秋风编剧亦凡夫妇 自是林富美的咨询对象 亦凡坦诚从她口中听到 唐金一回到台湾 不但不对她加以慰问 反而向她提出离婚要求等说法 不过 在港的林富美倒没有直接找陈芳理论 她的说法展现理性 离婚的要求是唐金提出来的 一切责任都应由唐金一人肩负 自三角恋于1964年12月浮上台面 便不时占据报纸娱乐版面 三人各有立场各自表述 陈芳坚称空穴来风绝无此事 唐金字数聚少离多夫妻情薄 林富美认为丈夫坚离定有隐情 其中被只介入婚姻的陈芳 不断感叹遭无望之灾 她后悔没在第一时间澄清谣言 自己长期以来都把年长17岁的唐金 视为大哥 仅是人在异乡彼此照料的兄妹之情 陈芳自述本有一位 在台就读大学的男友 为受绯闻影响 双方已停止于艳往返 她自小规矩自爱 却因头身影圈而卷入泥沼 不仅对父母家庭都感到抱歉 甚至怀疑千里迢迢赴港寻梦是错误的决定 未必新闻封头 曾被国泰誉为最有前途欣然的陈芳 被公司送回台湾省清一个月 在故乡依旧南逃记者追逐的她 只得无奈答 就男人而论 她也算是英俊潇洒的 就是 就是有点用情不专 为自证清白 陈芳公开鼓励唐金面对现实 不能对法妻置之不理 谈到自己的真婚条件 陈芳毫无考虑答 只要没有结过婚就行了 对于和陈芳的绯闻与妻子的关系 唐金开头人显轻松 夫妻之间的事 没有大不了道不能解决的 我何必要去找她 谈这种不愉快的事呢 拍霸雷宝风云外景 曾说不会离婚的她 回到香港立即低调搬离住所 减少与外界联系 与林富美通电话时 虽强调和陈芳没有瓜葛 却也无法解释自己在气头上指责妻子 不能原谅你逼走陈芳的说辞 真实情况是 唐金在1964年底回胎时 已有意离婚 经亲友规劝才打消念头 并承诺三个条件 一、回港后不与陈芳私人会面 二、三个月内接妻子赴港定居 三、定期寄生活费 只是一切都在她离台后发生变化 占别绯闻女友 拒见妻子的唐金独居香港 见媒体多支持原配 加上离婚遥遥无奇 唐金一度自暴自弃 不理法不替须 折磨封闭自己 更道破非分手不可的理由 与太太已没有爱情存在 向太太提出离婚 太太不接受 太太拖住是太太的不对 说到责任 我已将收入半数交给林富美 尽到了做丈夫父亲的责任 根据林富美的说法 唐金为雷宝风云返台时 就与夫妻分隔两地生活不妥为由 提出离婚 想维持夫妻关系的她 自愿容忍退让 承受委屈 不仅可以自行负担生活费用 也就是唐金无需寄钱回家 也同意她 在香港可以尽量玩 接受分居但不答应离婚 1965年4月 林富美因无法得到满意答复 在国泰作宝下辞去工作 带着儿子赴港探夫 唐金请人送生活费给母子 却不愿与他们见面 甚至在袁秋风夫妇面前坦承 我爱陈芳 眼见转环无望 林富美心中尽是悔恨 早已听到唐金的谣言 我一直太信任她了 总觉得是她一时糊涂 会有回心转意的一天 然而无论她如何对待我 我总存个希望 让孩子不要失去了父爱 1964年12月下旬至1965年4月中 陈芳唐金林富美的三角关系 从扑朔迷离到逐渐清晰 唐金先宣称离婚与陈芳无关 后承认与她相爱的反复 固然遭受批评 但被只是第三者的陈芳 更是受伤严重 形象大伤的她一脸忧伤 唉 真后悔 当初不该常和她结伴出席宴会的 我总以为与结了婚的人在一起比较安全 哪想到她会和太太提出离婚 我对她真是恨之入骨 不过 她的冤屈不久就被林富美公布的证据 也就是与唐金往来的书信打脸 真相也跟着浮出水面 虽然不是分隔两地 唐金 陈芳其实仍持续通信 和女方表面上的冷淡态度相反 从互称丈夫妻子到一再提及深爱唐金等 证实两人的确发展出爱情关系 其中一封1965年5月由陈芳寄出的长信 更辗转落至林富美处 她读完之后一阵怅然 没想到另一个女孩子闯入后 唐金变了 变得无情无义 变得要跟我离婚 记者在未争得陈芳同意的前提下 大篇幅登出信中文字 原本直书两人的浓情秘义 却呈人尽皆知的出轨证据 在信中对唐金写下 我这有多么痛苦呢的陈芳 或许因信件的曝光 被陷入更深的懊恼 曾经信徒光明的陈芳 因介入他人家庭重伤形象 国泰也迟迟为要他返岗工作 未与唐金重聚 他透过关心于1965年10月 拿到一份香港联合英文中学校长邓树勋 也是隐心叮咛的父亲 发出的秘书兼会计员聘书后 瞒着至亲独自离台赴岗 陈芳写给好友的信中 坦诚为了爱 由乖孩子成为人人眼中的唤语人 不求同情也不求了解 也心甘情愿接受所有攻击 为了他 即使有人告诉我回香港是死路一条 我也是要去的 既有如此决心 为何先前坚决否认 陈芳也有一番不得已的苦衷 关于我回台后 曾向记者先生们否认其事 年老的双亲及兄姐 流着泪请求我给他们点面子 给他们做人的余地 要我否认时我能再抗军吗 当然我们全错了 因为纸包不住火 事发至此 林富美只能向台北地检署 告发两人通奸及妨碍名誉 她虽提出确切证据 检察官也发出传票 但法界人士多认为此举效果有限 开庭时 只有林富美在亲友陪同下应讯 她出示信件照片作为佐证 气宿丈夫移情别恋后 弃孩子于不顾 至此 夫妻勤奋已走到终点 或许是争一口气 或许是还抱持一丝希望 林富美又奔赴 省妇女会寻求支援 对方听完她的一面之词 深表同情却又无计可施 林富美理性明白腹水难收 感性还是不愿放手 数度力挽狂澜 只剩下身份证配偶栏上的名字 两年后 林富美当选台中市议员 受访时还将破镜重圆放在心上 虽再三说她不会回来 却也表明不会计较 哪怕带孩子回来也愿意共同抚养 雨莫 她再度申请喊话 我真的希望她回来 即便是来看看儿子也好 移居香港的唐金 与陈芳的关系画案为名 而后也接到适合外形 年龄与戏录的007是电影而翻红 陈芳虽因此事但出影坛 却在进修后 于1970年代转入文坛 初期在各报撰写专栏 后入香港无线电视台为编剧 曾编写《家变》 《金华春梦》 《轮流传》等多部电视剧 后转为编审 1980年代开始参与电影 剧本编写与文学创作 1986年45岁的陈芳 更自编自导王祖贤主演的电影《心动》 如果没有这场轰轰烈烈的婚姻危机 给予实力与影坛展露长才 成为196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华人007 影片就说到这里 欢迎点击订阅我的频道 咱们下次见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明镜 NOV optp 本集词犯-微信谐 expanding这些训言 色心的像 hay 快到了 ��hou 10